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台北股市季线冲关 到底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台股今天早盘跟随美国股市上涨 挥打反弹大涨超微也大喷 带动台股今天早盘气势如虹 一口气就站回季线22400点之上 只是问题出在于量 量出不来 量缩的状况没有见到明显的改善 是不是说市场看到台股反弹了 2800多点之后不太敢追价呢 主要原因来自于大股票都没动 台积电今天在德国厂有动土典礼 市场等待晚一点点的结果 加上台积电今天股价是比较压抑的 所以也拖累加权指数 早盘大涨 尾盘是涨点收敛 季线来回测试 不过我们观察台币 台币间盘中强升 升破了32元 台股部长台币却近来 这个资金持续在台股当中游走 怎么解读呢 会不会说中小型股 依然是现在大家要追寻的方向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 王兆丽 找李哥武安 明君好 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吴岳展 展哥好 明君好 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李建民 建民老师好 明君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台北股市公寄线插了东风 这东风是什么呢 等一下会说 但是贵买指数中小型股更强 早就站稳季线好多天了 中小型股依然很抢劲吗 讲的是谁 就是一头拉股的机器人概念股 自动化大展明天要开展 华人勋到底要不要来 市场众说纷纭 但是最新消息传出来 可能不会来 不管他来不来 机器人概念股 还是走这个产业的基本面 有没有隐藏的黑马呢 请问赵丽老师 台北股市今天开盘就站上季线 可是季线得而复失 因为量不够 要不要担心新低量会有新低价 还是说这个量缩会更金金涨呢 因为毕竟反弹了2800点之后 金金涨的难度高 但是怎么选股就更重要了 这要找比大盘抗跌股 或是刚补缺口的股票 会不会更好呢 怎么挑怎么选 请问赵哥 好 机器人设备系光子 强很强怎么买 挑哪支还有价差可以赚 不过弱势股要观察的是银件 央行打炒房第三季 可能会祭出连续重拳 银件今天大跌 但不少个股是亮缩的 这能够打压的下去吗 但银件股如果买滴滴的人 逢高出脱这资金会转去 什么样的股票 我们请问李建民老师 休息一下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我们昨天讲过大盘这一波 站上纪月线之后要攻进线 关键要看成交量 今天大盘依然是一个亮缩的格局 所以纪线又是摸到一下 尾盘又失手了 今天台北股市早盘 跟随美股大涨最高是攻到22545 站上纪线关卡 可是指数越走越低 尾盘翻黑 可是中场收盘的时候是小白尾 上涨19点收在22429 成交量是3507亿元 还是很低 因为在观望什么呢 包尔要讲什么话 以及下个礼拜的挥打财报 台北股市今天纪线得而复失 怎么样来做观察 这纪线的关卡要用什么样的条件来化解呢 等一下会一个一个说 我想问赵宜老师 我们先看均线好了 这一波站上月线的位置 也是花了一点点的时间 台北股市攻纪线 连续两天点到都是功败垂成 而且伴随的是非常非常低的量 我想问一下 现在量缩的关键来自于哪里 大家不敢买股票吗 还是说在等待什么样更明确的讯号 可以给投资人信息 对 没错 我想上市的部分你可以看到了 其实这两天来讲的话 它都一度挑战继线 可是占不占 当然最主要是因为量能的部分 那大家也知道 上市的部分来讲 你比如说像台积电 它就占的权重大概接近快35% 那你像鸿海 联发科等等 甚至于金融股的部分 其实占的权重也蛮大的 那这些股票要靠谁的 当然靠外市 你不可能只靠投资 这个不太可能 或者是说只靠一般的投资人 或者是主力业内 你说台积电这种 他们拉得动吗 不太可能 这个一定要外资 持续性的买超 才有利于它的拉抬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其实前几天 我跟大家讲过 鲍尔基本上来讲 在杰森后 他要讲什么 当然大家会觉得 他讲的东西会偏降息 这个没有问题 那只是说一码两码 可是毕竟 现在又来考虑这个 到底要降一码还是降两码 对 还两码嘛 对不对 其实这个变数不是太大 不然你看最近的指数 也不会震荡往上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辉达的财报 那辉达毕竟上一季 基本上一定比市场预期来得好 可是未来的展望到底会如何 这个大家不确定 对不对 因为你看前一阵子那一些 像Meta等等 有些公布展望不是太好的 所以股价就跌 对 所以外资其实说真的 他还是会有一点点 对不对 他不可能全力买进 你知道吗 就是 他一直在等 还在等 我就是要观望嘛 那外资一观望的时候 你说上市的指数 就比较稍微没那么强 那你看上跪的指数好了 我们看一下 你看上跪 对 你看上跪就不一样 占三天季线 对 就是 你看他几乎都红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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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占上季线了 然后你看一下 很调诡的事 你看一下 他的量能是真的 比这个地方的量能还大的 没错 他是有出来 你比如说快 跟这个地方的一个大量 快接近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 当然上跪的部分 就比较中小型骨 它代表的就是 比较以内资为主导 或者是投信 一般的投资人 主力业内 所以你可以看 这些人比较不怕 对 就是这些人比较不怕 台湾人 有些就是比较不怕 所以就形成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看下一页 好 所以假如这样的情形 就是说 我也跟大家讲过 投资的信心其实早就恢复 你看日元好了 现在还是147点多 附近上下整理 其实你要短时间 跌破141 我觉得那个难度太高了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 所谓的空单 放空日币的部分来讲 进行大量的回补 所形成的 可是就是这下不足 所以大概就会个别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刚刚提到的 上跪的指数 都已经突破了8月1号的高点 可是上市的指数来讲 它是在关前进行整理 上市要涨 当然现在就是说 那两个疑虑 那两个变数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要怎样可以真的站稳记线 当然你想要观察国际盘的部分 就是美股要表现比较强 因为美股的部分 其实也来到8月1号 那时候的一个位置点 其实大家的位阶都比较一样 只有上跪真的比较强 所以现在就是内肢在蠢动 可是外肢它在观望 对 它在就是这些 刚刚提到的 观望这两个 对 那假如说 对 我们从量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 从量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当然你必性反弹了 0.5以上 就50%的一个水准的 弹了2880点 成交量它没有办法放大 当然市场上就会担心 你看一下上市的就不一样 刚刚是上跪的 对 你看一下 是不是量缩 跟上跪 所以上跪的就 这样子慢慢上去嘛 比较强 量加倍力要不要担心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现在来讲 短时间不太会有重大的 我们意想不到的利空 理论上现在 因为这一部分来讲 其实应该说 大家设想的 不管是经济衰退 不管什么东西 担忧等等 其实这个地方下来 大概都差不多了啦 那你要突然之间 比如说这一两天 突然发现重大利空很难 所以你会发现 今天的指数也一样 快收盘前稍微翻黑 然后最后盘 又拉上来 就是现在的感觉 跟之前强势的时候 有一点像 好像跌下去之后 就有人自然而然会拉起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怎么站稳而已 那我想假如量还是这样 当然它就是一个 比较大相信的整理 那我想大概是这样的情形 那你至少要月均量 4300亿元 对 我觉得就是说你 基本上要占月均量 那理论上来讲 才有续弹的一个动能 那大股票要动才重要 那大股票要动的关键 就要看下个礼拜 挥打的财报咯 挥打已经连续六天反弹了 那超越微软程式值的亚军 低点以来 不4.20% 4.44% 皮衣男来台之前 身价回到3.6兆台币 那高盛提出3点观察 看8月28号的财报 怎么样来做后续的留意 第一个是台积电COWAS HPC供不应求 超微也上修AI伺服器的营收 鸿海美超微营收创加金 那挥打应该没有不好的理由 华尔街说强力买进 目标价最高是200美元 那超微部分也有好的讯息 苏巴妈重金并购 要把装挥打的供应链 砸49亿美金 买伺服器ZT System 它原本是挥打供应链 营收百亿大约是超微的一半 那目的是要强化运算量能 AI资料中心的建设能力 我也不许把超微定 优于大盘目标价是200美元 那这两个这个挥打跟超微 都要仰赖台积电的先进制程 来支援 今天下午 今天晚上 德国的台积电厂就要动土了 德国是大咖允集包含了 欧盟主席跟德国总理 都会亲自出席 老师我想问一下 老A安要动 下个礼拜挥打财报 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当然肯定是的 挥打基本上来讲 他当然非常的重要 假如说那掌望不如预期 我跟大家报告 那就麻烦了 华尔街讲很好 因为大家现在预期 你像挥打好了 这第一点以来已经喷噬事发 大家预期 他不是只有上一季的季报好了 是未来的掌望 其实都会不错 压饱了啦 对 没错 就是他现在已经陆续的在压饱了 那当然你不能发生意外 假如真的意外 那当然就麻烦一点了 那我想以现在来看 其实盘面的主軸大概就这样 强势的跟价值的股票 我想大概就是分这两种 那其实call horse的部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就是这一波的主流 就上一波它也是主流 最快回升还敢创高 还敢创高 有些股票它真的创高 那当然这个 最主要就是因为台积电 台积电涨望相对常来讲 真的不错 那本身怎么不涨 那因为外资 你看一下2330 你看一下 我们下面放外资的筹码好了 你看一下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你外资只有这样的买超 对不对 那之前卖成这样子 对 这么大的买超 这么大的买超 这样的买超它怎么动 所以当然你假如指数 要站稳期限 其实台积电当然也要往上冲 是… 那我的意思说好 那其实现在盘面上的一个主軸 有些是跟过去是一样的 最主要就是call horse这一块 那你看一下 其实这些股票都是我们之前 有些都跟大家讲 你比如说3374的金材 今天创高 对不对 换今天创高 太厉害了 对不对 好 那你5443的一个 均好的部分 这个好开的走高 对 今天的股价来讲的话 也是创高 对不对 好 那另外的 3131的红素的部分 这个是领先创高的 对 这个是领先创高 这个都是指标 3680的加登的部分 今天幕后部长创高 你看 创高 有没有 就是说好 可是重点来了 我要讲的是 好 你看一下6187的万论 好 这个是上礼拜创高啊 对 然后你下面放量好了 好 我们下面放量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量的部分 对 怎么样观察 哪一档设备股走 这个是跌破它 就是一段之后 在高档区 它的股价跌破大量区的低点 这个就代表短线上它有套 那最好是尽快 它要转强 一定要重新站回 在大量区的低点之上 当然高点要突破是更好 代表攻击 然后低点都还没有办法站上 那就比较麻烦 对啦 那8028的一个升阳板 之前我们跟大家讲 你看一下 这两天也比较掉 连续两天的大量 对 那今天的大量 就相对上来讲比较重要 今天的收盘是没有跌破 昨天大量区的低点 可是今天的量更大 今天就 就是未来这几天 有点小危险 对 就是 好 所以 我让大家看强势跟弱势的股票 大家其实有没有发现 最强的coach的部分 就是上一波的主流 搭配这一波 还是持续主流的部分 其实它已经各股表现 已经在分歧了 对 没错 所以就代表 这个地方有些股票 纵使这么强势的族群 说真的 都已经分歧了 中后 你不能胡乱去追 好 就像机器人部分 其实也是相同 对 好 那刚刚招老师提醒 设备股 看到今天有一点点走势分歧 那你手中如果设备股 观察一下 有没有爆量出现大量的长黑 或跌破前一天 之前大量的低点 都要稍微的小心 那机器人概念股 也是看到有一点点 就是强弱不一的现象 当然新款的机器人概念股 还是非常的强势 包含了微田等等 可是旧的机器人概念股 像是所罗门 好像就有点涨不太上去了 对 没错 其实股票市场 它大概就是这样 其实旧大概都不如新 其实你看AI的股票 大概也是这样 你比如说像技嘉 等等这一些 它的股价或者是伪创 等等这一些 其实说真的 就这一波真的表现 也不是太强 那机器人的部分 其实大概也是相同的一个逻辑 那当然 我想它的题材性也蛮多的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当然黄恩迅会不会来 现在是传出 好像不会来 因为盘中看那个 它飞机的走势图的时候 那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不是飞到台湾 对对对 飞到哪里去的 飞到其他地方去 那这个不管 不过就是说好 你看一下 反正就的题材的部分来讲 有些你比如说像索楼门 你比如说像广民这一些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线型 其实你会发现 尤其广民这一些 其实股价不是太强 那现在变成是什么 现在变成是 这一阵子变成是AI 机器的视觉 就是机器人要眼睛 要感测元件等等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哪些是这样子 那这个规模大概 2030年上看500亿的 一个水准 那当然不管是Tesla 这两个最大趴的 还有Apple 它也要推机器人 桌上型机器人等等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些你比如说 这些算强的 3594的盘椅好了 工业电脑 股价当然这个跟联发科 有投资有关 那另外的 6570 6570 对 你看一下 这个你看一下 之前这样上来之后 跌下来 现在 它跌很凶 要跌很快 所以你看 它要跌很快 对 要跌也很快 其实你操作这种 这种股票来讲 这种就题材性居多了 那你看 你看一下另外的 你比如说2417的原杠好了 原杠217 昨天讲今天就还好 对 那另外的 你像2354的一个 红准的部分 当然 昨天有利多黑棒 没错 今天就反应 那当然这个就是 Apple只要推 所谓的机器人的部分来讲 或者是Apple的AI等等 当然跟它有关 所以它的股价 其实也慢慢开始出现 它有赚钱 对 它也有赚钱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所以你像红准那些 我觉得拉回是 不错 可以注意 因为它有赚钱 然后它的美股 镜子也相对上来讲 比较高 好 那另外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机器人部分来讲 它要自动化的 不管你是人型机器人 或者是协作型机器人等等 其实说真的 你都要用到很多的感测器 因为这个东西来讲 比如镜头 感测器等等 组合在一起之后 它才有办法去做感应 那感测器的部分来讲 你比如说有触觉的感测 力矩的感测 惯性测量的 视觉的系统等等 你要这些的感测 它才有办法 让这些机器人 可以活动自如 不然它假如 没有这些的感测的话 其实说真的就没办法 就没办法 好 那所以这些是谁 你比如说原相 佳能 仰光 台亚 等等这一些 我们看一下 好 你比如说像3227的一个 原相的部分 我们稍微把它缩小 对 其实这种股票说真的 也蛮惊人的 就是整理完之后 这个你现在来看 你会觉得 这个是假破底 真穿透 真的太厉害了 洗盘 现在你会觉得 原来这个地方是洗盘 当然有人预估 它今年EPS 有可能会挑战 10块钱附近的水平 有可能 所以股价来讲 就出现了强势 当然它也是 感测晶片的部分 好 那你看一下 你比如说像2374的 佳能的部分 好 你看一下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股票有时候 它真的是轮动的 然后并且这些的东西 原本它就有 只是市场 只是大家忘了 股价涨了之后 大家突然间发现 好像是这样 好 你看佳能 对啊 前一份 佳能这个地方涨上来之后 你看它最近没有动 你再看一下 2359的一个 索罗门 也是相同的 整理 6188的广民的部分 这个大家回就更多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再看一下 3019的亚光的部分 对 你看一下 是最近 你看一下 佳能在涨的时候 它根本不理它 你知道吗 市场也忘了 原来它是 所谓的一个玻璃镜头的部分 它也跟Tesla有关 结果大家也忘了 之后大家发现 原来Tesla假如要推 所谓的机器人 当然有可能用它的镜头 所以结果发现 股价就真的出现 大涨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的部分 所以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刚刚所提到 你比如说像佳能 亚光 佳能涨的时候 亚光没有涨 那感测原件的部分来讲 你比如说 对 327的一个原项 另外的 2401的一个领阳的部分 因为这些都涨上去的 有没有什么低位阶段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你比如说 2340的一个台阳的部分 也是一样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就这个地方整理 那感测原件 其实占它的营收的占比 超过50%以上 刚刚提到你很多的东西 机器人等等 你要用到所谓的感测原件 那苹果呢 大家传苹果要用 所谓的机器人的部分来讲 这有可能是由Apple Watch的 所谓零权来全权负责 就是推动Apple Watch的 那台亚就是Apple Watch的 感测晶片的独家的供应商 所以假如说它要推的话 理论上来讲 当然它也是受惠的 就是同红准一样 所以我觉得股价位阶低的 其实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有题材性 那搭配未来营收 假如可以成长 我觉得是非常有机会的 好 如果机器人盖定谷 当然是想留意 有关视觉相关的感测 原件部分的应用呢 2401的凌阳 跟23401的台阳 位阶相对低 大家可以做注意了 那我们设备 我来看一下 几档强势股的指标 老师刚才有讲到 爆量的时候要小心 那有没有更细微的操作呢 对 没错 我想这些东西来讲 我们都会放在Lite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这些都是我们 持续追踪的股票 其实最近来讲 除了这个比较转落之外 大家操作这种 基本上来讲 一定要看现行跟筹码 没错 停损停利要严格去做执行 那可以加我们Lite 的部分 好 感谢赵立老师 那之前赵老师提醒 3374精彩跟3665茂林 尤其是茂林有投信在买 那精彩也是 最近有投信跳进来买 那这些个股强很强 但是筹码跟技术面的操作就非常重要了 如果大家对于刚才赵老师所讲的内容 任何兴趣或想法 有疑问要提出的话 可以参考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扫QR Code 或是输入Lite的ID 可以找我们老师Lite的资料 那相关的讯息都会放在Lite里面很多 那看不完没关系 我们Lite可以慢慢的看 有问题都可以提出 关来聊一下 台北股市反弹了2800点之后 这个目前指数在区间震荡 亮缩小小的观望 而现在到底可以怎么样的选股呢 展哥交两招 比大盘抗叠刚补缺口的更好 哪些标的跳出来了 请问展哥 学习下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台北股市重头戏要观察 远在德国护国深山 德国厂的动土典礼有大咖云集 跨足欧洲里程碑神山得场动土 萧姿说 这个德国总理讲 这个事情牵动德国未来生存 那魏哲家总裁也说 台积电得场痛毒 他算高层出席是相当的重视 那宽量国际做出了最新的分析 说台积电扩产领军供应链出海 看好复制美国汽车聚落成功的模式 半导体供应链市值十年翻十倍 未来五到十年台积电 是没有任何的对手的 那可是台积电今天股价没动 也压抑了大盘整体的涨势动能 那到底下半年怎么观察呢 古大师说台股最坏的状况 过去了明年半导体还是不错 如果再能创高就有上涨空间 但是美国降息后 乐观要带点保守 股市还是有向下走的风险 这要怎么解读 等一下请问展哥的看法 宽量也点名半导体最好 云豹 阳机工程 军豪 军华 旺系 真鼎等等 其实表现都不错 那宏字舔出来是今天强涨的股票 有一些是没有上市的 我想先问一下展哥的看法 我们都说大盘这几天量缩 站上季线有一点点使不上力 可是量缩的状况之下 大家都很担心 会不会有新低量出现新低价 还是说量缩会有金金涨的格局呢 这个其实是多头跟空头的差异 如果往下跌的时候 那个新低量可能会有新低价 这个逻辑是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是反过来 但是这个不太好讲 大家可以回去思考那个 供需法则 就是真的在涨的过程是怎样 应该是价涨量增等等的 那细节我们就 有机会我们在自己的频道 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OK 那个古踏斯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 太好了 若能创高就有上涨空间 这个逻辑完全正确 因为创高就有上涨空间 因为高点才2万4 所以这个逻辑完全正确 但是乐观中要带点保守 这个逻辑又完全命中 因为两边都压了 所以这个地方蛮有趣的 当然第一个我们讲现在的降息 说真的我们过去常常讲 降息是什么 短空长多 不是 短多长空 因为忽然放水嘛 水涨船高 但是长期是因为经济不好 但是这一次其实不一样 因为我们前一波经历过什么 战争 然后塞港 疫情 然后等等推升的通膨 所以利率政策忽然拉到很高 但接下来是不是渐渐的回到 所谓的利率正常化 如果全世界 包含日本 你都回到利率正常化 我觉得这其实对经济 全球经济来讲不见得是坏事 客观讲是这样 所以目前的降息如果是美国经济 我们过去有讲过的时候 我们从来没有讲过 美国经济有衰退的可能 我都认为我是乐观的 所以这个阶段如果是降息 特别是缓降息 我认为是有力多头推升 这个是我们定调很多次的一个说法 OK 那这个地方再来我们再讲 过去我们一路延伸过来 我们从7月22号跟大家讲说 那个季线可能会失效嘛 有没有失效 这里就掰了啊 对不对 所以确实失效了 那你说这里大家又讲说 季线站不上 季线站不上 对 这个时候季线到底可不可以参考 有没有效果 对啊 我就觉得季线现在 真实效果不大 心理效果比较有 所以如果很多散户会怎么样 这两天嘛 季线上不去 要不要卖一趟 卖一趟 对 所以这两天的 我也忍得很痛苦 到底要不要卖 有没有 很多客户就是 震来 震去震来 所以我也盘要上来 对 所以我们就发觉 我就在忍啦 因为有时候盘中我们看 因为我们看不到筹码嘛 也是要盘后看 所以盘中你看走势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那个感觉 我就认为啦 我也有点想卖 因为毕竟我滑行店 已经赚了25%了嘛 你说一下卖掉不是很轻松吗 但是 又觉得舍不得 对啊 它又不下来 对啊 没转弱 如果卖掉 然后又上去 打下去怎么办 起死 对 人家就觉得我们是散户的行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忍啦 但是你看8月14号 我跟大家讲 未来20个交易日 需要站回到21850 21850大概在哪里 大概在这边附近 为什么 这边我们是用那个 季线的扣底的角度 来 我们看一下大盘好了 好 看大盘 因为第一个重点 我们现在要解除什么 技术面转空的危机 因为我们常讲中线的多空是什么 季线向上价格在季线之上 成为多头 季线向下价格在季线之下 成为空头 所以这边扣底的位置在这里 所以未来大概十几个交易日 差不多在这边 所以这一个区间拉过来 大概21850 所以这边如果 这边21850站不上去的时候 意思是什么 未来季线就会下弯 下弯之后 因为没站上21850 所以是不是季线在上面 而且季线是下弯的 而且价格在下面的 所以就会变成可能会转空的疑虑 那这个时间点 当然你说季线是不是又有效果 我认为目前还是失效的状态 但是你如果真的让它 变成一个空头格局 那就完蛋了 那就比较麻烦了 不能说完蛋了 但是如果这边上来 当然你说后面会继续往上扣 没有问题 所以机线还是会继续上上走 向上走还是可能会形成震荡格局 但是如果能够守住的话 一个震荡格局 我们一直估计是什么 Q3我们本来就预期震荡 所以在这个震荡的过程中间 慢慢的酝酿 那可能Q4 我们讲Q4行情看多的状况就不变 所以大家就注意未来21850 大概十个交易 关键数字 对 OK 来 再来 这个地方我们是延续昨天 看法做法加上心法 其实这一段时间大家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很多人都说 我现在手上股票要不要等 大家都是一方面都是 绝大部分是问我可不可以等 就是老师这个怎么办 可不可以再等一下 但是其实你看我们那时候 我们一路讲策略 其实在上礼拜 上礼拜 礼拜一吧 我们是礼拜要连线 礼拜一我就推一个叫什么 复仇者计划 但为什么叫复仇者计划 其实我们事实上 我们是在这一天去买台积电 然后隔天卖错 我们是在这天买台大电 然后这一天买光阳科 所以其实我早就在复仇 因为做错很正常 大家不要觉得做错怎么样 多了不起 其实心理学的角度是什么 正常人遇到困难 遇到危险 就生物啦 你第一个是什么 呆滞 先傻眼嘛 然后再来怎么样 逃避 然后再来是怎么样 否认 说人不是我抬的 是这种概念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反而遇到危机 这种时候是不是危机 当然是危机嘛 你遇到危机就更要说服自己 一定要冷静 但是你重点是干嘛 其实我们是运用策略 我们不是傻傻的 跟你皮肤之勇嘛 说这里就第一点了 我要经常说话 不是嘛 所以运用好策略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怎么样用策略 当然几个角度啦 第一个 你如果不换股 通常 没办法复仇 失败的几率是比较高啦 但是当然几个点嘛 我们讲过去我们讲 我们在选股的时候 为什么会这样选 我是不是说这个缺口很重要 所以很简单 你现在的股票 如果这个缺口都还没补 那恐怕 就是弱 对 恐怕你也不容易报仇 对 很难报仇 这打麻将的术语嘛 叫流来流去流争愁嘛 就是这样啊 星星 因为你可以说服自己 你看投信都在买啊 投信也这样 投信也套牢啊 对啊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你缺口就是没有补啊 你就是弱嘛 那你说南电也是啊 台塑集团 当然现在讲台塑集团有点糗啦 但是你看有没有补 真的就没有补嘛 就是这样 所以这很简单的判断方法 所以你要做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长久跟 散户接触的经验是什么 散户同学都是喜欢用同一档报仇 对 真的 对 我去贪他 对 我报仇 我成本当低 老师下来我可以接了没 对 我贪 对 干嘛这样咧 像我们换股报仇 不是报得很开心嘛 OK 来 我们看 这个是我们报仇的股票嘛 你看同样一个缺口嘛 这里补嘛 导型翻转上来嘛 那这里很多人就会说 老师 什么时候要停立 那当然这应该不是 看电视的同学问的啦 应该都是那个 跟我们操作的同学在问 因为一般同学 我们真的跟你讲 你也不敢买 对不对 但这个地方我们讲 其实平盘价是一个重要的价位 来 我们看一下江坡图 好 黄景店6788江坡走势图 你看这里是平盘嘛 262嘛 早上其实又开上去 其实很强 因为昨天高点是270 所以我开阔270 不错 就下来 但是你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跟今天的走势 有点类似 大盘 对 气氛围很像 对 为什么 就是要洗你嘛 你说这里长上来马上转落 要不要卖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信仰 你可能算了嘛 都赚了赶快卖一卖嘛 但是你看这里还破一下平盘 261 262 对不对 破一下有没有上来 结果昨天的高点270 过了 尾盘还站上 我看就贵了 来 看K线 有没有 强不强 强 我们今天早上联系的时候 要在讲它 对啊 对 然后你看 像旺系 说可以再报一下 我们是不是说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你说它上来 真的还是维持强势 但是五日线早就跟上了嘛 对 所以像这种状况 你说真的要卖吗 那特别讲 那时候我们怎么去买 当然你说这边是600多啦 650几啦 跌到438.5之后 哇 你也真能忍 那时候我们就是站在逃避的心态 对 就不太大 但因为我们是200 300 300买的 你可以逃避啦 对啦 就对 大不了被骂嘛 少赚20万啦 对不对 但是你看有没有上来 事实上这里这个缺口 上来 我在这边还买 我560我还可以去买 又补缺口了 对不对 而且这个是一个平台嘛 对啊 这一打断就上去了 就你看不小心560买 今天又多少了 700 对啊 又700 694嘛 14万一张 又多14万了 你看这里20万省下来 又多14万 对不对 所以概念上 像这种状况 它是一直跳高一直跳高的 你就关键价位 去做停利 然后如果是 这种已经有均线上来的 你就用均线停利 我觉得概念上大概是这样 可是像是这个划警店 或者是刚才讲到的 这个个股旺系 已经领先大盘补的缺口了 也冲上去了 那现阶段如果有机会 刚补缺口你认为 还没有出手的人 空手者可以考虑吗 OK 好 待会这最后我们再讲 来中间我们再提一下 像这个新科 新科 其实最近很强 对啊 其实我们是哪一天 我们是8月2号 这一天其实还没杀 那时候我们研究报告 我们就在推荐 结果你看 这里杀下来 我们是不是说缺口 缺口过来 这个是不是涨停 它非常快就补了 对 而且这是涨停 对 但是涨停完可能很多人又怎么样 涨停隔天怎么买 都涨停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这里开上来 是不是测一下 又上去 对我来讲这是缺口 这是涨停重要价位 站回去可不可以买 所以我们这天去买 结果你看一买当天涨停 隔天再送你一根 那这边你看 这里开上去下来 我们是正常这边跌破我们卖 对 对 所以OK 这边先15% 但是你看 我们这边讲完 反而同学在问我 这边可不可以买 这一天可以可不可以买 但是我是忍住 我是没有 但是你看这边下来 这个涨停的价位 有没有回撤 有回撤但守住 破完又上去 又买 有没有 隔天再涨停 你看怎么会这样 弄得这样 对吧 但是这边上来是不是又破 我们再卖 所以这里又十几% 但是你看这个涨停价位过来 这三根有没有低不过低 有 其实有默默的低不过低 所以我昨天又想说 好强喔 再买 这还可以喔 但是昨天买的时候 其实蛮有趣的 同学问我说要不要买 我说是可以 但是我们可以两阶段 什么叫两阶段 我们现在看不到昨天的图 昨天我们本来是挂到104 我说前面先买 然后如果下来 因为找盘就开很高 我就想很强 然后我们就挂多少 102跟102.5 然后再买 所以等于是 回来刚好到102.5怕 全部成交 然后拉涨停 哇 你看 厉害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也符合 我们Q3讲的策略 我们叫空间换取时间 说真的 你在这里买 一路抱上来可以啊 也可以啊 但是你很痛苦嘛 对 中间很可怕 但是你中间 几次几次几次 你这样没有心理压力 对 而且你这样获利 反而是累积起来的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技巧 好 那当然欢迎大家来询问我们研报 然后当然你说从那个新科 我们就说那个太刺激的 你不敢玩 太腰的 不敢玩 那我们就玩光阳科嘛 对 但是事实上新科是不是很腰 腰啊 人家也是名门正派 中方投资你干嘛这样嘛 对不对 武当派也有叛徒啊 对 那我们看一下 但是你看光阳科 我们是不是这一天破底去买 其实是什么概念 就破底翻的概念 其实这个低点啊 这里低点站上 我还不是等站上季线 我想站上站回之后 我就想说差不多 可以试试看 因为离这里低点不远 我停手很好设嘛 对不对 就不小心报酬成功嘛 因为那时候我就说 这一天我把台积电卖掉 我就真的想要剁手你知道吗 但我想很痛苦 我说怎么办 换别资报酬 买一个来报酬 对 就一买 这里也15%啦 所以你说台积电其实也差不多嘛 那换股有没有报酬 其实就有 所以对于大家的概念 你并不是说什么东西 就我一定要台积电失去的 台积电拿回来 新鲜失去的 我一定要新鲜拿回来 不是这个概念嘛 因为产业在变嘛 对 OK 那当然 这个地方我们跟大家讲 这里其实01我们之前就介绍过了 来 第一个 你最近可以注意什么 我们说相对抗跌 这跌到季线 大盘是跌到半年线 对 因为早上年线我们讲过 这里快一点 但是你看筹码我们走 投信卡在这里 然后下来还偷偷加码 这就是什么 补麻卷嘛 投信也要补麻卷啦 不然会被风控砍啦 对 所以你看这边OK啊 然后利隆电其实也是一样概念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 很快就回补缺口的 但是有像今天的6284 加帮就是补了两天 今天就拉涨停 对 但是你看这里这是缺口 它是最近才补 而且守在缺口之上 有没有机会 如果你不敢做太刺激的 那你可以做一些比较安稳一点 前面没长那么凶的 给大家参考 好 今天展哥也针对了强势股 我跟这个即将冒出头的个股 我非常细微的观察 那大家怎么样跟展哥联系呢 你可以透过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扫QR 或输入Light的ID 可以找到我们展哥的Light 那相关内容都会放在Light里面 那研报 展哥也是精心研究的 会放在Light上面做分享 有问题都可以提出的 老师有时间会跟大家做互动 还有解答你的疑问咯 我来聊一下机器人真的强很强 设备股也很强 细光子也转强咯 现在大盘要赚价差 亮缩是不是找强很强的股票买呢 可是挑哪之选 比较安全 价差空间更大 我们今天请问建民老师来分享 学习一下 舍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大盘量缩 但是强势概念股强者很强 但是有一些概念股 遇到了逢高的获利调节卖 这资金会往哪边跑呢 今天建民老师都会说 我们看一下这两天 细光子突然转强 为什么原来有好消息 没选基在法人看好光通讯前景 为什么呢 因为民主党的贺锦丽 目前民调直追超越川普近2% 那拜登的基建计划 有一块就是宽平平等的计划 贺锦丽有机会败归贺随 主要是说美国开采生产制造零组件 需占总成本超过55%才有补助 那光鲜是这个计划里面 优先的补助项目 所以法人点名光盛波罗威 可望受贿 波罗威净利部分半年报 赚2.59亿元 EPS3.66块 这个还有大咖之前的航海王 跑进去买 买对了吗 光盛净利是3.66元 EPS是5.07块钱 其实这一块的本益比 都还是相对的高 可是具有这么庞大的题材 在前面带动的话 有没有机会 把这一整挂都一起带上去呢 不过另外一个是弱势族群 讲的是营建股了 为什么呢 央行要打房祭出重拳 要观察三个指标 有没有过热 一个是不动产的放款集中度 目前六月份 平均全国银行是37.4% 创下24年来的新高 就是说买房子购物 加金融的贷款金额 已经占总放款的三成以上了 第二个指标是 不动产的放款余额 有没有太高 第三个是非不动产放款 佔总放款的比重 这是央行要来紧盯的关键 但今天此讯息一出 好多的营建股 昨天还涨停 今天就大跌 我想问一下建民老师 我们先看一下 整体大盘的状况 我们从强势股来做追踪好了 机器人设备股强很强 但是光通讯今天落后跟上了 光通讯现在买进去 还有没有价差可以赚 好了 事实上的话 在明天的话 机器人还有不动 等于是自动化工业大展的话 明天甚至召开 听说这个辣个男人好像不会来 没有来那也没有关系 反正这是一个题材性 但是我会发觉的话 最近的话你看到这个 机器人干液个股的话 好像表现的差异非常非常大 开始了 对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应该从这个技术面 跟从外面去挑选 比较强势的 你不要说好像这个 机器人干液个股的话 今天很强的股票 你也不敢去追 去买没有涨到或者说逆势往下跌的 你反而会中招 因为现在是强者很强 弱者很弱 然后今天这个央行的话 这个现代利益出的话 银铅股几乎全部躺平 刚好是一个关键点 今天的话特别会指出 这个贯德部的话 明显一个转入 当然今天这个光通讯的话 因为有这个B的一个题材 当然的话在这个美国的话 还有这个大型的一个基础建设的话 会以光纤来讲的话会直接受贿 所以我们特别锁定到 昨天就已经锁定到 做这个宽屏通讯设备的康权电讯 昨天的话事实上我们的这个 震撼三法的话都已经翻多 今天持续的翻多 所以我给他什么 持续五颗红灯满分最高分 就是三个指标都是翻正的 对 光通讯来讲的话 很多个股是这个想象空间 上百年都亏钱 可能第三季还会持续亏 但是我就特别留意到 我们之前掌握到好几次 绝佳买点的波罗威的话 它的获利也相当的这个亮丽 上百年的话讲出一个亮丽的成绩单 那的话今天的话 这个开盘每周就强说掌灵板了 突破我们的多空线 滋润指标都是翻多 量能趋势方面明显的一个增温 我给它五颗红灯满分 我们看一下这个K线形态 3163 3163波罗威你看你不要说 常常是价量背离 那是因为开盘大概不到9点半就收盘 大家的话这个从日K线来讲的话 是连续这个四坑的一个红K棒 今天的话是属于一个席兽 甚至可以讲出 因为很多的投资朋友想要上车来不及 当然我们看到3450的联军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领头羊 它已经领先在之前的话 你看就是已经有涨一个小波段 但是真正有这个基本面支撑 3163的波罗威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3163 你看这种感觉的话 第一个它没有涨到 第二个的话这边很有可能 像类似所谓的一个导状反转的一个心态 对 因为建民老师他今天等于说 是正式的回补了那天下跌的调空缺口 对 通常的话不需要大量的话 很快速的回补缺补 然后来到之前的压力去 那明天就非常非常关键 第一个能不能持续的补量 第二个能不能有效的突破 之前那个高的投资 之前那个量蛮大的 如果突破的话有机会的挑战之前的高点 好 那这个是公通讯概念股的观察 那我们这个表格当中有四档的强势股 跟两档的弱势股 都是我们快速的一档一档来点评好不好 好 那其实林洋的话 它也是有做这个视觉一个模组的 跟机械也是息息相关 你不要说好像它只有这个 IC设计的一个这样的领域 然后当然的话这测用电子的话 也是它这个涉足的一个非常深 那原下的话 因为这个CMOS的一个题材的话 让它的一个上半年的话 缴出去亮一个成绩单 唯一的话就是这个量能趋势的话 稍微是持平的 所以我稍微扣一点分数 是四个半的一个红灯 那灌的的话 因为这个打防了一个现代令的话 出现的话 今天是属于一个量大的收回 我们看它这个 今天是爆大量 量比较大 你注意看 这个高档爆大量的话 通常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而且今天是正式跌破 这条这个无日均线 那还有的话这个季线有做一个收稳 对 收脚 收脚的动作 那如果明天的话 你就观察这个季线能不能收稳 如果是中长级投资的话 我们就看有效的来跌破季线的话 你一定什么 要做一个解码的一个动作 好 那这个树化族群 也是弱势的标的 那我们一档一档从K线来做观察 那提醒大家建民老师 今天来代班 如果对建民老师的选股 强弱势股任何操作上面的疑问的话 可以跟建民老师来询问 你可以扫画面上面的QR Code 或是输入Lite的ID 可以找到我们建民老师的Lite 那相关资料都会放在Lite里面 同学们有空都可以提出 一位老师有时间会跟大家做互动 老师 我们一档一档来看 好了 那因为在去年的话 这个最值得这个投资朋友期待 就是说我会送这个趋势反转股 那今天的话是比照办理 这么棒 对 旧与新知的 我送给各位两档趋势反转向上 就是可能由空头 转变成一个多头的格局 那不是说要报标股 是说提醒各位观察 这个转向股票的话 转多的股票的话不用急着买 那一档是什么 趋势可能是由多方向 就好像今天的贯德 当然不是送给各位贯德 那投资朋友加我的Lite的话 就可以留言证58899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这份宝贵的资料 好 那么康权电序的话 因为它接货 之前在7月份已经传出 接货印度的一级客户的一个订单 那一级客户的话 通常是属于比较大的 资金部位比较大的 那当然是在这个印度里面的话 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电信公司 那通常这种电信公司的订单的话 它不会突然什么 出现一个集单 它都是慢慢累积的 然后一旦有这个试单之后的话 就是什么 后面就是大单的话 就是持续的什么涌进 那当然第二季的话 我们看这个已经陆续公布了财报 它公布了财报的话 非常亮丽 单季的获利4.67元 穿开到单季的利子新高 之前的话都是亏钱的 那么今年第二季开始有亏转盈 那7月份的营收的话 5.56亿 YY成长507个percent 超过5倍 创销利子新高 所以它是什么有机资产 所以现在投资品的一个 悬股的重心 第一个不要说涨到天花板 高档爆大量 或者说你都 你知我知 大家都知道利多的这个股票的话 通常不是什么好的一个切入点 而是说可能它在上半年 这个获利非常不错 下半年的话 这个H2的话 它会什么 持续足迹的一个营收或者获利的话 因为有些特殊的因素 比如说可能有接到这个 这个美国大厂的订单 或者说有转单的效应 那当然会依注到下半年的一个 营收和获利的话 这样的股票 还没有反映它的基本面的话 投资品的话可以特别特别留意 我们昨天的话就特地看到这个 出现一个攻击量 那当然的话这是突破一个什么 这个属于收链三小型的整理形态 那今天的话两天两根掌银板 那7月营收的话创历史新高 表示说它是什么有金字坛 对 所以这股票的话可以持续追踪 好 那伯若威 伯若威的话我之前教给各位说 所谓的导中反转 当然的话它是有这个 有这个在上下引线的一个连结 但是我们纯粹用这个收盘价格来讲的话 这边8月5号是一个向下的跳跃缺缺口 这边的话用收盘价来看的话 通往的话我们可以用收盘价来看的话 这也是一个对称向上的跳跃缺缺口 对 我们看它的这个成交量的话 刚刚也告诉各位是习售 因为今天很早所长庭 对 如果说它今天是价量其上是更漂亮 但是它是属于一个量缩习售 所以这边很有可能是形成一个 导中反转向上 美国这个BID的一个光纤计划的话 是一个优先的补助项目 然后它的资料中心的传输速率 因为要不断的升级 要什么 抢这个速度 所以需求的话非常庞大 所以值得投资平方持续做一个观察 导中反转形成 外加今天的这个红帮有这个 培捕了之前的跳空缺口 所以后世可期 林埃花因为它有积极导入AI晶片 你看它这个NVIDIA的话 昨天又是大涨 所以很多的投资平方 因为看到这个NVIDIA之前的话 有这个GB200的晶片 所谓的这个有做一个地研 结果在法术会的话 鸿海的法术会说并没有 它在下一季的话还会如期出货 所以你看到NVIDIA的话 最近这个涨势的话非常非常惊人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这个之前的话 没有充分反应它力多的一个灵阳的话 它有部届机器人的一个什么 视觉模组 因为这个机器人大胆 如果在明天开始展开的话 应该会有一个直接的受惠 它就是标准一个导撞反转向上的形态 你看这是一个对身一个跳空缺口 完全没有什么连接到 今天的话有出现一个量 一个网上说一个攻击量 表示说它这个今天的话 是很明显出现一个攻击的态势 虽然这样的股票的话 盘中有拉回的话 你都可以什么 做一个积极布局 好 原项 原项的话它就是专攻 CMOS影像的感测元件 还有这个蓝牙音讯的一个晶片 当然的话它这个第二季的话 也是缴出量力的成绩 EPS 3.26元 YOY STOP 119个percent 所以投资朋友不用去追高 趁着回档量缩的时候 你可以做分批布局 好 回档量缩可以买原项 弱势股老师 这营建股里面今天都大跌 可是为什么挑出贯德 觉得它特别弱呢 通常贯德的话 是北部的一个建商 南京城北贯德 对啊 今天都很惨 对啊 可是今天监测 在今天以前都表现很强 贯德的话 今天的话可能受到这样的利空 你看前一个小时的空方量的话 非常非常大 我今天也教给各位 如果说在60分空方量 出现这个非常庞大的话 这个表示什么 是属于压低的一个出货 7月营收的话 跟去年的一个上个月对比 是衰退39个percent 连两个月叫去年衰退 所以那特别人要特别留意 投信的话已经连西卖 那筹码面来讲的话 是比较不利的 好 那最党弱势股市台数华 台数华 你看这个叫做三重 因为被MSI踢出去啊 对 那当然在8月30号 收盘的话那会生效 那也不会到那天才跌 那已经什么跌幅 是它日基线 那外资的话呢 从8月15到8月19 主电话都连三卖 所以筹码面 技术面来讲的话 都相当不利 任何反而你要让它买 就是说手中有的人 可能也是股民抱很久的 真的是任何反弹 一定要把台数化 做一个好好的处理对不对 因为强者很强 强弱者很弱 你说抱就不会长得掉 流啊流去之流